观察市场行为 品味 动工变化 大刀之简 财富大免 大家好 欢迎来到这一频道 好 当前的位置 比特币还能暴涨吗 比特币突然5200之后呢 有没有机会来到28000呢 OK 非常重要的话题 那我个人也开着大概120个比特币多单 目前服务应大概有12个比特币 折合大概是30万美金的一个服务员 看大概接近300万美金 那这样的一个30万美金服务员 还有没有机会继续赚呢 OK 还能继续持有吗 OK 非常重要的话题嘛 对不对 好 那如果说你是第一次观看我的视频 请点击我们影片下方的链接账目社区 一些比较关键节奏分析补充来服务 都在里面非常重要 Discord Telegram 都是免费的 OK 点击就加入了 OK 这里 点击点击加入 那看一下我们这个Discord 加入看到我们的社区内容 有即每日的这个分析嘛 每日的这个分析 观点讲解 还有我们这个自动购单 多操策略供使用 只要按照我们的教程 设找这个倍率更改了 即可完全自动赚钱 完全自动化 你也不用下单 就至少就可以了 那还有我们的这个指标 也是非常实用 非常实用 非常实用 OK 两套指标 好 那以上的一个服务 那如果说你有些了解的话 或你想要 加我们社群都是可以 都是免费的 免费的就是用我们链接码 注册入境完成就可以加入了 OK 或者说你有以上 这些疑问这些服务 有些疑问的话 都可以私钓我 私信的方式 就是点击这个链接 私信我加入 OK 这里 好 那么快速带过 看一下当前的盘面 先讲比特币 一样 先讲比特币 比特币昨天这个位置 其实还是比较强的 我们如果先看日线级别 先切完币安图表 我们看一下日线级别 昨天的日线级别 其实还是比较理想的 还是比较理想的 看一下 25,000这一线 是有明显的这个阻力 没错 但是我们可以明显的发现 发现什么东西啊 明显的发现到 25,000这一线 它这一线是有这个插穿一点点 对不对 也是我们前天的时候 它是有插穿 这波价看一下都是多少 大概是25,211 那25,250这个位置 它是比25,211高了 大概几十个点 但是就是高于 对不对 但是突破之后啊 随即出现一根大阴线 对不对大阴线 很多人会说 这个阴线出现之后呢 很可能引发更生下跌 对不对 更生下跌跌下去 对不对 但是隔天马上就否决掉了 隔天的阳线呢 马上又再次往上吞 对不对 又再次测试 这个25,040这个位置 然后我附近 就短期来讲 一再测试这样的一个水平阻力啊 通常最后都会代表 它会进行突破 OK 那整体来说 这个位置啊 我个人来讲 会把我这个多达啊 目前也是有十个 十个比特别浮音啊 也是赚的 大概三十万美金 那这样的一个浮音的话 我会把哪里 作为这样的一个防速止损呢 我会把我这个防速底线啊 放置在 我会把我的这个防速底线 放在我们这个打出的低点 也就是这个233339这个位置 你可以说2333吧 2330这个位置 可以作为这个多单的一个止损点 高位之间不论怎么走啊 可能那边上不再失败一次 不论怎么走 只要它不跌破这个点 它都还是有机会进行上吞 OK 它有可能在高位之间做个蓄力吧 就做一个蓄力 然后最终呢 再拉伸 再突破 OK 这段机会的 毕竟啊 这个位置是这个整个结构里面 空头的最后一道防线了 对不对 最后最后一道防线 突破的话 基本上方就是 真的是一段真空区啊 看上方就是一段真空区啊 再往上就是两万八了 就是 我们玩家 在往上至少至少也是要看到 两万八了两万九附近了 所以这个位置一定要突破 对了两万两万九附近 所以这一定是非常关键的一个价位 这个是比特别情况 所以整体来说这个位置 我个人是期待的 价格它只要不去跌破 价格只要怎样呢 它只要不去跌破 233339这个位置啊 只要不跌破 那都是可以去继续持有多单的 尤其呢 下跌下来之后 马上阳线突上去 虽然没有突破前高啊 但是 它基本上并没有预阻 然后我们在这个前后会啊 就是我们前面一个整理结构啊 就是我们这边有整理区嘛 也就是我们讲过好多遍的这个 22300啊 2298到这个24 262这个位置 这个区间的高点 大概是262吧 对面 价格只要站稳在这个高点以上 只要不跌破 只要不跌破这个位置 那多头都非常强的 很有可能直接爆破啊 那如果说跌破262 跌破的话呢 就比较危险一点 但是只要不跌破这个低点 其实都还是有机会 继续涨的 所以正下来说呢 我会把我的房仲止损放在2334这个位置啊 抓整数可以23350 23300都可以 只要这个位置不跌破啊 我都会去监定看多货 然后呢监定持有限的话 持有多单 我会继续持有 所以就简单了 这个总结就是比特币啊 这个位置很简单 就是打出低点价格 2334可以作为这个多头短线止损 或是你低位多单的话 那个房仲止损的位置 只要打掉这个位置的话 就可以做出场了 因为有可能高位 如果说跌破啊 等于高位说 它高位构成的多重点不再跌破 那就很有可能 这个构成更差下跌嘛 对不对 就有机会下跌了 所以只要这个位置不破啊 我都认为都是非常理想的 还是有机会进行更大幅度的爆拉 还是觉得爆拉的 OK 所以整体还是看多的 还是看多的 所以这是目前的比特币啊 整体就像一个情况 好 这是比特币 那就是24262这个前高点 进来不要踩破 如果踩破的话 多头是有刷入迹象 但只要不跌破这一线 都还是没有危险存在的 OK 这是我目前观点 好 那我们简单再看一下 这个以太坊 以太坊 以太坊的话 目前来讲也是打到压力线嘛 打到压力线 那就一样看这个1630的位置啊 就相对于比特币来说啊 1630的以太坊 就是比特币的23300这个位置 所以以太坊一样 23344这个位置 就是以太坊的这个1630 只要不破 其实都是还有接触 更大幅度的一个上涨的 上涨的 所以以太坊就防守这一线 防这一线 好 那我们其实前一段时间 就是有一再的强调 比特币呢 我们一再强调在21500做一个买入动作 但是我相信很多朋友其实并没有去买入的 或者说很多朋友他并没有去坚定的认为说 这边就是可以买入 OK 当然交易是有一些这样的一个不确定性 但是你必须要去承担亏损 你才有机会赚嘛 对不对 你连亏都不敢亏 你怎么赚呢 就像 你想别人跟打一个打架 你自己都不敢被打 你怎么能把别人打爆呢 打败呢 是吧 是吧 好 所以我们看一下我们社群有讲到 大概是 也就是上周吧 CP公布之前 我们就一再的重复讲到 21500其实就是一个现货买入的机会 对不对 现货买入的机会 21500就是第一次机会 再往下就是现货继续补仓 参考值得2400 对不对 这边讲其实非常清楚 非常清楚 就是价格并不会给到更深的回踩机会 因为多头初期呢 是并不会给到过深的回踩 当时有讲到好多遍 对不对 我们有讲到好多遍 如果你是我的忠实观众的话 你一定知道 在跌破这个箱体的时候 它其实并没有放出过大的一个成就量 空头是明显正在缩量 你看这边 大阳线 大阳线 对不对 这边下跌缩量 然后呢 你看币安再度出这个事情 更缩量 对不对 更缩量 你看 更缩量 所以 确实表示我们下跌已经非常有限了 下跌非常有限 那就是买入机会 它也是回撤了我们 你看 整个结构的这个 前一个整理区 这个整理区 对 它是回测了这个位置 回测这个位置 而同时 你可以发现 这个位置 同时也是我们前帮这里 这里的一个整理结构 所以它是一个双重的一个位置 回测了顶部 精准踩到 然后呢 打了两个底点 打了两个底 然后呢 破阶线 爆拉 是吧 后续就开启了一连串的爆拉 所以当前的位置 其实如果说 你问我 JB啊 如果说我目前还没买入 又好像又错过了 那 目前为止还能不能买 其实这个问题真的是比较难的 因为 这边离前要点 21,250 很近 对不对 很近 很近 也就700个点 对吧 700个点 那如果说你买了之后呢 如果价格 真的 真的不如预期啊 又打下来 打下来 那 你要念你自尊的位置 自尊的情况 所以 其实盈亏比来说 这个位置应该要做空 但是 虽然我不会这样做啊 因为这个位置 所有分析的最核心原则 就是顺势而为 这个位置顺势而为就做多嘛 对不对 所以我个人是不会去参考过多的 这个逆时交易的 大部分的反转都会失败 都会期间中继 然后并且延续 这里面一样 尝试反转 跌破失败 再次过几天 暴拉 顶部失败 转中继 多头延续 对不对 就这样的情况 大部分 而且这也是什么啊 这也是我们这一波大幅拉伸后的 对不对 我们这一波大幅拉伸后 第一个调整结构 第一个调整 通常会是中继 对不对 大家做了一个头部之后 跌破 做了一个右空 然后呢 拉回来 顶部失败 转中继 然后呢 开启多头延续 就这样的情况 那 其实这段行情 如果说你是完全踏空的 其实你是要做点检讨 你说 因为 通常上哪出奇啊 不论是不是牛市啊 其实很多人牛市出奇 都会完整的踏空 整段行情的 那这个逻辑呢 那这个逻辑呢 今天会再出一支 我们等一下做个讲解 大部分出牛出奇都会 都会踏空 都会踏空 那是什么理由呢 我们下支影片就讲解 那这支影片就 主要啊 去聚焦在 我们怎么样去把握 接下来机会 那目前的位置 做个总结 比特币 2344 这位置 不跌破的情况下 一律看多 一律看多 那如果说2422 这个位置 这个高点 这个前后价 能踩稳 那随时可能爆拉 如果说踩破这个位置 多头有风险 但只要不跌破这个点 还是看多的 还是有机会上涨的 所以整体方向看多 价格 防守底线 多头防守的定点 2344 不跌破 都是看涨的 那看什么目标呢 如果说有效突破262 是有机会来到上方这些位置的 上方这些位置的 出发区大概也就是 看一下 大概这些位置 是有机会到的 OK 好 那以上讲解 如果说你只有这样 不说有帮助有电话 可以帮我点个赞 把我们的影片点个赞 点赞 开启小张 OK 好 那加募社区 基本上都是免费了 OK 欢迎加入 我们下期看来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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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